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我们今天的焦点是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 他在北京首次正式访问期间 誓言要重启与中国的合作 并签署了一项为其三年的行动计划 这次访问标志着梅洛尼政府试图改善与北京的贸易关系 尽管意大利此前退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梅洛尼强调 这次合作将涵盖电动移动和可再生能源等战略工业部门 并希望缩小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此外 他还计划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 讨论贸易不平衡及其他双边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在他上任以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 并誓言重启与中国的合作 这次访问备受关注 因为他标志着罗马试图在退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后改善于北京的贸易关系 让我们深入探讨 这次访问的背景 主要内容极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梅洛尼总理的这次访问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 他在北京表示 这次五天的行程是为了展示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并重启双边合作的意愿 在他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时 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行动计划 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尚未完全公开 但梅洛尼表示 这项计划将试验新的合作形式 特别是在电动移动和可再生能源等战略工业部门 他认为 中国的投资是促进意大利疲软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 预计将见到习近平和中国的最高立法者赵乐际 两位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层级中地位显赫 这表明罗马试图在高层次上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梅洛尼还参加了一个意大利中国商业论坛 这个论坛包括多家重要的意大利企业参加 比如贝奈利 能源集团ENI 房屋集团莱昂纳多 以及奢侈品牌杜加班纳等 他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展示双方共同利益 并平衡两国的商业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 意大利在中国的外资总额约为150亿欧元 超过1600家意大利公司在中国活跃 特别是在纺织 机械工程 制药 能源和重工业领域 从历史角度来看 意大利在2019年成为唯一加入 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成员国 但是 在美方压力下 去年意大利决定退出这一倡议 因为罗马认为 这项协议没有给意大利带来预期的经济利益 并且意大利与中国的贸易严重倾斜于北京 贸易额在2023年达到了668亿欧元 在这一背景下 梅洛尼政府认为需要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此外 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 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仅占意大利在中国投资的三分之一 梅洛尼在论坛上指出 这种不平衡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他希望看到这一差距缩小 以使双边贸易关系更加公平 他还计划向中国官员提出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以及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经济支持问题 从经济角度来看 意大利政府正在与中国汽车制造商进行谈判 努力吸引另一家主要制造商到意大利 意大利的Stalantis公司 已经与中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Leap Motor成立合资企业 开始在欧洲销售电动汽车 然而 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征收高达37.6%的临时关税 这一措施导致了北京对欧洲白蓝地和猪肉展开报复性调查 梅洛尼在商贸论坛上呼吁北京与其合作伙伴共享知识的心前沿 希望通过合作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 无疑使中国失去了一个在西欧的重要政治支持 但梅洛尼此次访问 显然是试图在经济合作层面弥补这一缺陷 中国国家媒体表示 这次访问旨在澄清一些误解 并强调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综合来看 梅洛尼的这次访问表现出意大利 在全球贸易环境中的战略调整 他试图在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后 仍然保持与中国的强劲经济联系 并增加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 尽管面临欧盟内部的贸易紧张局势 意大利依然渴望吸引中国 在电动汽车和其他战略工业领域的投资 这表明在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下 意大利政府正在努力平衡各方利益 寻求多层次的国际合作 在未来 我们可以期待看到这项三年行动计划 能否实现其设定的目标 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方面 如果成功 这将不仅改善意大利的经济状况 也可能为中欧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 意大利在与中国合作时 如何处理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 也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未来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国际热点分析和报道 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在2023年首次正式访问北京期间 宣布将重启与中国的合作 并签署了一项未期三年的行动计划 这次访问标志着 罗马在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后 试图改善与北京的贸易关系 梅洛尼强调 这项行动计划旨在试验新的合作形式 特别是在电动移动和可再生能源等战略工业部门 梅洛尼在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时表示 他的五天行程是展示开始新阶段 重启双边合作的意愿 梅洛尼认为 中国的投资是促进意大利疲软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 他计划会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及中国最高立法者赵乐际 并参加意大利中国商业论坛 参会公司包括意大利轮胎制造商贝奈利 能源集团ENI 房屋集团莱昂纳多 葡萄酒生产商 以及多家意大利奢侈时尚集团 如杜加班纳 此次访问的重要目标之一 是解决意大利与中国之间贸易额严重倾斜的问题 根据2023年的数据 意大利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668亿欧元 800亿美元 中国是意大利在美国之后的最大非欧盟贸易伙伴 但这一贸易额对意大利并不有利 去年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已超过400亿欧元 约430亿美元 梅洛尼在经济论坛上 批评了投资的不平衡现象 指出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 仅占意大利在中国投资的三分之一 梅洛尼的访问 还涉及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谈判 这是意大利吸引另一家主要制造商 到该国的努力的一部分 除了现有的Stelantis 他呼吁北京与其合作伙伴 分享知识的新前沿 这反映了意大利在电动汽车 和可载生能源等 秉喻的合作意愿 尽管意大利退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但意大利仍然渴望保持 与中国的强劲经济关系 包括意大利非亚特在内的主要汽车制造商 Stelantis在五月份宣布 已与中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Leap Motor成立合资企业 开始在欧洲销售电动汽车 然而中欧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仍然存在 意大利支持欧盟委员会 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 征收高达37.6%的临时关税 北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并对欧洲的白兰地和猪肉 展开报复性调查 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试图在11月初的最后期限前解决这一问题 梅洛尼此次访问的背景是 意大利在2019年成为唯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 七国集团成员国 但在去年在美国压力下退出 因为担心北京的经济影响力 意大利政府表示 这项协议没有给意大利带来任何好处 这次访问旨在澄清一些误解 并强调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七国集团成员 上个月承诺继续保护其企业 免受他们认为的不公平的中国贸易行为的影响 这次访问标志着意大利与中国关系的一个新阶段 梅洛尼试图平衡双方的利益和商业交流 并在多边层面上推动有用的工作 这次签署的三年行动计划也显示出 意大利在电动移动和可在盛能源等战略工业部门的合作意愿 以促进双边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重启与中国的合作 这真是个英明的决定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中国深化合作无疑能为意大利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根据IMF的数据 2022年中国GDP增长达到了8.1% 而意大利只有3.5% 这种经济增长率的差距 表明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梅洛尼明智地选择了与中国加强合作 可以说是为意大利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 楚天书 你这样吹捧梅洛尼和中国的合作 简直就像在吹捧一个过期的披萨 让我们现实点吧 意大利与中国合作真的有那么美好吗 你提到IMF数据 但你忘了提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400亿欧元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像意大利美卖出一件奢侈品 就得从中国买回10件廉价商品 你真的认为这种不平衡对意大利有利吗 真是天方夜谭 谢琪琪 你这种悲观论调真是让人无语 是的 意大利目前对中国有贸易逆差 但这正是梅洛尼希望解决的问题 它不仅重启合作 还希望通过这些协议缩小贸易逆差 这可是它的重点之一 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 就放弃潜在的机会 更何况意大利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未来可谓前景广阔 你就像是在批评列奥纳多达芬奇化蒙娜丽莎的草稿 不懂得欣赏未来的美好 楚天说 你这话说的好像梅洛尼是现代的马可波罗 带着意大利重现丝绸之路的盛世 现实是 意大利需要的是一个更平衡 更公平的贸易关系 而非一味地迎合中国 你提到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 但意大利政府还支持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达37.6%的关税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中国对欧洲猪肉出口展开反倾销调查 这就是中国对意大利友好合作的回应吗 醒醒吧 这合作就像是个披着羊皮的狼 谢琪琪 你这种论点就像是站在竞技场外批评搅斗士的观众 梅洛尼并不是盲目迎合中国 而是希望通过双赢的合作模式 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你提到的关税和反倾销调查 恰恰反映了国际贸易中的博弈 这并不意味着合作无望 反而通过谈判和协商 双方可以达成更平衡的协议 你看过孙子兵法吗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梅洛尼正是希望通过深入了解中国 找到双方利益的交集 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 楚天说 你这番话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你说梅洛尼希望达成双赢合作 这听起来像是童话故事 现实中 意大利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举步维艰 就像神曲中的弹钉在地狱中迷路 你说的知己知彼很好 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理解的对象 你知不知道中国政府的政策变化无常 随时可能改变游戏规则 这样的合作关系根本就没有保障 就像玩一场没有规则的棋局 意大利怎么可能赢得了 思想先驱暴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